政府就修改出版法和試聽廣播法展開民調 不過無論是民調的形式 或是問卷設計 備受部分傳媒和議員批評 新聞局局長陳志平認為 業界有激烈的反對意見 顯示民調促進社會討論 是否要修改和如何修改出版法和試聽廣播法的問題 今次討論得不錯 大家有贊成有反對 很正常的社會充分討論 我們先開頭 可能很抱歉 因為這個開頭大家不接受 但我覺得沒所謂 如果我們不做這件事 我想都頗難有這麼廣泛的討論 陳志平再次強調 民調結果只會作為修法時的參考資料 最終怎樣執行是由傳媒業界決定的 澳門電視台記者梁慧秀報導